哎呀我菜你别走 谁让你在这卖菜的 把我吃完都坏了 你赔得起吗 小伙子 明明你把我的菜压坏了 你还羞我 羞你怎么了 你这破菜是几个钱 就是 你知道论什么车吗 那可是兵力 见过吗 你看兵力 也不知道这么欺负人啊 欺负你怎么了 不就几个破菜吗 宝贝我们走 大姐这怎么回事呀 没事 刚才你过人把我的菜给压了 连个盗窃都没说 刚好我家有几只兔子 这些菜我都要了 你帮我包起来吧 美女啊这些菜都烂了 你还是别要了 没事包起来吧 哎美女菜给你 来钱给您 哎美女啊我也没领钱 这菜啊都烂了 你拿去吧 没事您拿着吧 您是老板吗 哦不是不是 我也是来谈合作的 来和我抢生意的 谈合作讲究的是实力 你有那实力吗 亲爱的告诉他 我们开着什么车过来的 宾利 落地价三百万 你见过吗 跟我谈合作 可不是看你开什么车 施总 嗯坐 来美女 把你们公司产品给我看看 施总 这是我们公司的产品 高密度珊瑚绒毛巾 您看一下 嗯很柔软 颜色也挺多嘛 介绍一下吧 我们这款毛巾比纯棉还柔软 吸水力强 不掉毛 不掉色 有五种颜色 适合居家 性价比非常好 嗯 不错 您打算卖多少钱 今天我们抱着诚意 来跟贵公司谈合作的 五条一起 只要19块9 还包油 但是数量有限 拼的就是手速 嗯 这款毛巾 柔软轻肤 非常符合我们公司的合作标准 这个合作啊 我同意了 那我就把这款毛巾 放在下方小黄车了 需要的家人们赶快去拍吧 老板 你也看一下我们的产品吧 哼 你们二位 还是请回吧 为 为什么呀 你们今天押了别人的菜 不仅不道歉 和骂了人家 你这种人 人品不行 产品 肯定也不行 不予合作 出去